我喜欢 最新的剧情中 我们可以看出林毅很明显的动情了 这个见谁都开队的毒舌男 唯独在面对方小然的时候 像个害羞的男孩子变得安静起来 静静地听方小然说话 看着她傻傻地发笑 像急了情窦初开的高中生 林毅是个妥妥的直男 了解她的人都知道 绝对是一流的技术派 但就是嘴巴太独 有什么说什么憋不住话 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人 那如果像周小峰这种欣赏人才的领导 从来不会跟林毅计较 反而慢慢喜欢上她的敢说敢言 林毅平时很少跟同事说家里的事 但对着方小然却毫不保留 告诉她自己家里有家族病史 当医生也是因为父亲心脏病去世 方小然对林毅一开始是技术上的佩服 后来发现她还是个大暖男 生活中的林毅挺可爱的 总之是印象越来越好了 但是林毅却常常吃醋 她不知道周小峰是方小然的哥哥 几乎天天在吃周小峰的醋 害怕喜欢的女孩被周小峰追走了 所以迫不及待地表白方小然 扬言要跟周小峰公平竞争 希望方小然考虑一下自己 方小然傻笑 不用竞争了你已经赢了 林毅后来才知道周小峰是大舅哥 估计要尴尬到搓脚趾了 期待后续更精彩的剧情 欢迎评论转发关注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